在中共十八大会议上 才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大陆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被撤销了职务 但当局没有透露李春成违纪的情节 李春成是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 因腐败而下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有评论指出 如果李春成反腐案继续审查下去 中共整个腐败体制会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因为严重违纪遭到免职 但没有透露李春成违纪情节 李春成在十一月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才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不料在十八大后就出事 他也是十八大后落马官员中层级最高的 这次我想他在十八大之前 仍然对重用可能跟周永康的势力 对他的庇护有关 那么这十八大之后 我想基里要有个反弹 那么他也要找一个合适人的下手 那么我想那个中共这个权斗方面有一个特点 他们手里都握有对方那个贪腐的材料 只不过就是合适下手 李春成遭中纪委调查后 传言四起 外界报道怀疑李春成设数十亿人民币的成都房地产开发案 也有报道指称李春成以高价卖官方式疯狂恋财 外界分析李春成被中共新一届领导作为反腐点心开刀 也是亲礼江派周永康参与势力的指标 时政评论员滑坡认为 这是中共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拼杀 习近平用反腐的名义来打击对手 我认为是一种反腐秀 因为习李上台要收览民心 要以腐败为破口 所以反腐打倒李春成一个副部级高官 想打倒李根进行的效果 12月6号 报道证实李春成遭受调查后 12月9号 有成都市民上街举牌 高喊不杀李春成不平民愤 并且呼吁继续找出他的同党 12月10号下午 成都各区县维权代表共23人 集体进京抵较呼吁信 并揭露李春成团伙的腐败 要求当局严惩李春成在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罪行 华波表示 如果李春成反腐案继续审查下去 那么所牵连的人数恐怕超出想象 据大陆媒体报道 由于李春成大搞建设工程与四处拆迁 而被人冠以李拆成的外号 据统计 李春成的问题多于土地 工程建设拆迁等有关 另外报道说 2003年 李春成担任成都市市委书记以后 疯狂卖官 导致成都刮起买官卖官之风 报道还引述现任成都市 经有区区委常委申涌揭露的事件指出 李春成的妻子 屈松之 随李春成到成都时 在某医院当勤杂人员 李春成担任成都市市委书记后 成都市卫生局专门设立教科处处长一职并委任他 512汶川大地震后 成都红十字会因接收天量捐款 成了最热门单位 三个月后 屈松之又被任命为成都红十字会副会长 常务副会长 一年后 又用各种手段逼迫一把手辞职 而做上一把手交椅 开启了成都红十字会的腐败序幕 我想中共的查的级别 就到以称称为止 再往上 中共是不愿意在签中更大的人物出来的 不是因为中共是靠各级的官吏 党洋战末来统治中国的 如果牵扯那么多人进去 也会对中共的执政军机造成重大的冲击 有评论认为 当一个国家的集体性腐败普遍存在时 就一定是制度出了大问题 因为腐败的集体性 人人都是违法者 一旦反腐机器启动 腐败单位就会结成上下一制的攻守同盟 让反腐败的工作最终半途而废 在躁出来的街上 从简单上有那么多人进去 你留意到这个 midst 一样有什么方案